嗨,我是宝可梦 今天非常的开心 要来跟大家聊聊就是 永丰大户的数位账户 那其实啊 这个产品它从去年 上市到现在已经快要一年了 说不定将来会有一个 这个大户的这个生日庆的活动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但是呢我也希望能够做一个简单 而且完整的影片来跟大家 聊聊这个产品 因为毕竟这个产品其实 它从数位账户上市以来这一年 其实有很大的声量 那我也希望就是 借由这次的整理 能够让这个YouTube上面的朋友 能够用简单的几分钟 然后来了解一下这个产品 我相信这个应该是 对大家很有帮助的 所以呢 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首页 就是永丰大户的数位账户 那到底 这个产品它有没有什么优势呢 我们就是今天来看看 好 第一 我这边呢跟大家分享有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就是说 它有一个非常精美的APP 已经在三月的时候就上市了 所以之前大家一直诟病的就是说 我这个永丰大户怎么都没有专属的APP呢 那现在的话其实他们时隔了 从去年六月到今年三月 就是时隔九个月 终于把这个产品的专属APP 已经上线了 那也非常的实用 稍后跟大家分享 那第二个亮点的话就是说 它有1.1%的高率获处 当初上市的时候是100万 那现在的话因为这个全球 这个所谓的经济不景气的关系 所以它调为50万 但它其实也是非常的好用 好 这稍后会跟大家介绍相关的细节 第三的话就是 搭配信用卡有国内2%海外3% 其实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产品 好 那我们先从亮点1开始讲 第一个亮点的话就是说 这个大户的APP呢 其实 大家就是敲碗都快敲破头了 这个碗都快敲破了 然后这个才出来嘛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扫这个画面中间的QR Code 你就可以去线上去下载 APP去下载一下说 这个产品到底画面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当然就是事不宜迟 直接就是来操作给大家看 因为这个部分的话 我是刚好有这个所谓的APP嘛 所以我就直接在我的这个iPad上面 就是操作给大家看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是蛮期待 就是说 那这个到底是怎么样 那这个画面我把它放到中间好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看一下 它说环境连线不稳重 好 我再重新登录一次 OK 好 OK 你其实从这边进来的话 你就会发现说 我其实存3万多 没有很多 那它这个画面其实 感觉上是非常的美观 那它这个 上面有三个项目 可以让你做选择 第一个是投资嘛 所以如果你有买这个所谓的 比如说iBram 或者是这个季进的部分 你在这边都可以看得到就是 你自己本身的收益是多少 所以其实这里都看得到 那我当初我在介绍iBram的时候 我自己也有买这个所谓的一个 所谓设置我自己的旅游基金的计划 那我是预计要存到20万 然后每个月就是存 300030003000的方式扣 它现在已经扣4个月了 所以现在是12000 好 那现在报酬率大概多了238元 最近的这个所谓的景气还不错 所以有稍微回温就有回来 之前还是赔钱的状态 那存钱的部分也是一样 就是你点进去看 你就可以知道说 你每年每个月的利息是多少 它都会算给你看 那信用卡这边也是 就是本期樱角是6736 然后未出帐是-37000这样子 然后那这边的话就是因为有负向的 所以它那个现金会不会扣回去 所以这是最上面最直观的部分 给大家看一下 那在中间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你自己的跨提传指数这边 你用了几次这边还会跟你讲 那你的货存利率是1.1 欧元换汇 或者是基金手势费这边都有 所以 它在这个中间的部分 它有一些它的基本的权益 那再来在下面就是 它有一跑一些广告的跑马灯 如果你自己本身有 就是常常在使用的话 你会发现一些最新的优惠 它都会写在这边这样子 那如果你要做转账 或者是缴费换汇 其实这边都可以点进去看 然后就可以用这个方式 然后去把这个钱转出去之类的 好来 那么 基本上的话就是 它的转账跟收款都有 但是呢 其实它还没有非常的完整到 就是可以 让大家就是 非常放心的去 去完整的使用 比如说像跟Richard比较的话 它其实也算是 稍微有点阳春 所以 我也是希望说 我们的大户 它可以就是越做越好了 但它其实目前 把这个画面这样做出来 我觉得算是 都非常的好看 也算是 已经符合大家的第一阶段 对于美感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 它这样做其实已经算是 可以给大家拍拍手鼓励了 所以 如果你要找一个是适合 而且好用的这个APP 其实我觉得大户应该是一个 你可以参考的一个产品 它其实已经都做得蛮好的 对 好 所以第二个亮点呢 来继续跟大家聊 第二个亮点就是说 它有一个1.1%的高力活出 那它这个到底是怎么样呢 好 所以其实 我跟大户团队接下的时候 他们也跟我讲说 其实他们希望给大家带来的 其实是一个 比较简单使用的产品 所以你不需要就是 还要再做ACH扣款 或者是说 完成很多任务 你才能够拿到 这个所谓的1.1%的高力活出 其实没有 你就是很单纯的 开完户把钱放进去 你就可以拿到 就是这样子的高力活出 所以我觉得 你其实 你看我的画面你就知道 其实是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 就是 在2020年5月4号到8月31号 就这四个月里面 好 那你只要是50万元内 放在里面都是1.1% 每日寄息 每月给息 好 那你如果超过50万元的部分的话 它会跟你 利息再降低一点到 0.45% 就是50万到 200万的部分 那200万以上的话 就是一般的活期的利率 大概0.03吧 我觉得就还蛮低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 就是你可以去参考一下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需要找到一个简单 然后好存钱的账户 那其实大户就可以了 因为大概50万以内 你放在这里面都是 最好去使用的一个状态 那你超过50万的部分 就代表你也累积到一定的资产了 那你就可以考虑就是 把你的资金以往 比如说投资 或者是国外去买ETF 那你这样子 复利的部分速度才会比较快 所以我觉得小钱放大户去存 然后等你累积到一定资产的时候 你这个钱再把它就是汇出去 这样子是操作是比较简单的 好来再来 第三个话就是说 大家其实民生消费很重要 就是这所谓的信用卡 就是大户数位账户再搭配这个所谓的信用卡 其实有些很不错的优惠 包括就是你账户申请下来 你会有金融卡吗 那金融卡的优惠的部分就是 其实不比大户的这个信用卡 但是呢 至少它可以让一些学生族群 你可以开户 但是你可能还没有办法 信用卡的人 还是可以稍微使用一下 比如说指定的保费代价是1.1 然后一般消费是0.6 海外是1.5 好 这就是这个卡片的基本权益 那基本上我觉得大家把卡片就是 拿到之后应该都是在收藏的状态 我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我自己本身这边的卡片 其实我很喜欢这个产品 所以在我的皮甲里面 我都会一直有袋子这样子 那包括就是上节目分享的时候也都有 所以你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说 其实这个卡片啊 它真的是长得这个样子 那它有点那个 怎么讲 这就是有点大理石纹路的感觉 那你在APP里面也有看到 它也是一样 那这一张的话 是它的这个信用卡 我们是黑色的 它也是做得很不错 像我之前去年去泰国玩的时候 也都是有带折 然后就是到什么相对应的景点 就拿出来拍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还蛮有趣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觉得我使用这个产品 我用得非常开心 然后我也是很喜欢跟大家分享这样子 那信用卡的优惠有哪些呢 你可以看到它这边写说 指定通路是7% 然后国外是8% 一般而言 一般消费是国内2% 海外3%这样子 那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 它必须要绑定大户数位账户 所以你一定要先申请大户数位账户之后呢 然后再来就是申请加办这张信用卡 你才能够拿到最大的这个combo combo剂 所以我也很建议大家就是说 如果你是永丰新户的话 你可以先申请永丰信用卡 同时加办这个大户数位账户 最后等到你永丰信用卡过了 然后你再来申请这个现金回馈预期卡 你这样子才能够就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 这是跟大家分享的部分 那你这边你一定会觉得很好奇说 这个指定通路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好 这个后面有讲到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亮脸三搭配信用卡 国内两包海外三% 但指定通路有给的蛮多的 你来看一下就是说 它其实有做一个不错的加码 这个加码的部分就是5% 然后上线是每个月600 如果你是在它的 比如说Uber Eats Foodpanda Lalamove PlayStation 或Xbox Nintendo Steam Netflix Spotify Wemo Scooter 全部都是有这个所谓外的 这个5%的加码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是喜欢 在线上做学习 订阅宝可梦 PressPlay之类的 或者是这个HowHow好学校 其实都可以再拿到一些额外的加码 这就是他们自己希望 能够让大家就是 去多学习 多学习一点 所以他有把这个部分把它加上去 那再来的话就是 看一下这个旅游通路 那现在大家通常都不爱去旅游 所以这部分就还好 那最后的话就是隐城 隐城消费的部分也是有这额外的加码 但我自己最常使用的是 因为海外消费它是有算进去的 所以我自己本身通常都是会把它就是 拿来做这个海外的交易 比如说 Etoil的投资 我会用这张卡片 就是每个月固定出400美金 400美金下去的话 你可以拿到就是个 最高就是2% 3%再加上5% 就是8%的回馈 这都拿得到 那另外的话就是 最后还会稍微介绍一下 必备卡也是很不错 最后最高是9%这样子 好所以 这个永风大户数学商户搭配的信用卡 我觉得是 非常的实用的 也推荐给大家这样子 好 我们来看下一个 下一个是 这个 讲到这个 这个 就是 开户办卡 大家一定想说 那我还可以再多有一些什么 combo计 然后多A一点好看吗 当然有啊 所以其实 我觉得我们卡板帮 就是这段时间来 就是 也谢谢大家的支持 所以我们有 蛮多蛮多有趣的活动上线 这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最开始最开始就是 从 这边 有没有 永风大户数学商户有一个都市传说 听说只要打 POKM 那你就有机会 就是很快过关 那事实上也是因为 就是我们去年 累积了 很多很多的 这个所谓的 竞见量 让大户去看到本团的优势 所以他才愿意说 在年底的时候 来跟宝可梦接洽 说我们有没有机会来合作 那之后才有一连串的一些 活动来回馈大家 那我也很努力的帮大家争取一些好康 比如说 这个 头号粉丝 那时候有活动就是说 我们有送这个所谓的 这个非常专属的红包带 我让大家就是 喜气洋洋过新年 所以他这个红包带 其实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非常有质感的 我那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 就是说 能够跟这个 大户这边拿到专属 限量的这个红包带 然后就是举办活动回馈大家 这也就是我们 卡板帮 运用我们的影响力 帮大家要更多的 这个所谓的 回馈 就是展现在这个部分 也是谢谢大家去年的跟团 那也是因为有去年12月的成效 又是在 有一波竞见量之后呢 这个 我们在今年2月的时候 有一个大户小爱的活动 一般的 那个开户活动最高给你拿700 但是我们就是硬是帮大家多要200 好 然后那时候都送了450人出去吧 450人得奖 所以就是多送了5万块出去 这都是额外额外再加紧取的 这是去年 今年2月的时候的活动 那到后来呢 3月底4月初 现在这个活动还在进行 这个 合奖跟最后要把这个 这个救护加码的活动给抽出来 就是我们要送这个 精美皮革套 好 这个也是大户特别去做出来的这个产品 真的非常漂亮 好 那我自己本身还是只有一个 我也不能拿太多 这东西全部都是要 就是回馈个粉丝的这样子 好 那 除了这个奖品之外呢 其实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大户感谢医护的活动 好 你只要是5月6月的时间呢来跟团上车 好 那么从我们的指定连接进去 那你就有机会可以抽中这个所谓的大户爱马仕的精品礼盒 好 你也可以发现就是在我这边 呃 后面这边 有没有 这里有没有看到 这一些就是要送给大家的 就是有一两个赠品 放到我这边就是要先给大家看的 好 所以这个是非常有趣啊 就是呃 银行看得起我们 然后愿意给我们一些奖品 所以我们就是有机会 好 就是能够尽量多多要到一些奖品 就是在多办活动回馈给大家这样子 好 那目前最新的活动其实就是大户防疫包要送大家 但 但是这个活动其实他们的防疫包制作好了 都只是要给这个所谓的医护人员嘛 那我们一般人怎么办呢拿不到你不用担心 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因为其实大户他们昨天就是赶快寄了一个这个快递给我 那就是要跟大家看一下说 诶 大户的防疫包 宝可梦已经帮大家准备好五份了 好 这五份的话到底长什么样子你一定很好奇 好 用这个大户的袋子装的当然是一定要有质感 好 他这个就是有点怎么讲 有点透明透明的 但是呢 他也是符合这个大户的这个感觉 就是整个就是质感整套是有做起来的 那你这个防疫包里面其实 呃 他还可以放一些你自己本身的一些 比如说干洗手啊还是一些其他的东西 那他们有特别赠送一个这个 我不晓得这是哪一个牌子 但是我觉得感觉起来做的也是蛮漂亮的 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一试就会有两个东西 那么你如果是医护人员的话 你其实就有机会抽中这个东西 那如果你不是医护人员的话 你跟本团 你有本团加码的五组 这样子的商品呢要来送大家 这也是特别特别就是去跟大户要求到的 请他就是赠送五组给我们本团的粉丝 所以这个东西呢就是呃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们也会在就是 接下来的活动里面抽出来 怎么参加呢 非常的简单 你只要就是呃你是之前跟团的也OK 你只要就是参加我们的这个大户的这个 所谓的盗转金字塔活动就是你把钱放在大户里面之后呢 你如果来进行这个所谓的换汇 搭配这个必备卡的部分 你就有机会可以来参加这个抽奖 那这个是也是特别要准备给大家的 那最后的部分的话你可以来看一下 就是呃我们的这个必备卡 必备卡的部分呢其实是呃接下来的另外一个重点跟主题 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先就是呃扫码 然后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他如果搭配这个大户数位账户的话 其实你可以拿到的回馈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我也非常希望大家就是说 呃不要就是只是单纯的存钱 而是要记得活用你自己的资金 搭配数位大户的数位账户 你可以做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那如果你喜欢这个防疫包的话 也非常欢迎你就是 五月份六月份赶快来存钱 并且进行换汇 那么你有大户数位账户 你有必备卡 你其实拿到的回馈是更高的哦 那么我们就下一次见啰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欢迎你就是呃在下面就是订阅 然后铃铛开起来 那么有最新的影片介绍呢 你都可以在我这边收到最新的市场消息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